坦克是哪个国家发明的? 坦克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英国海军部发明和研制的。 1916年9月15日,英国和德国军队在索姆河上进行着大规模的战斗,双方都坚守着自己的阵地,谁也没有突破对方阵地。 突然从英军阵地上传来隆隆的巨大响声,一群钢铁怪物冲出来,向德军阵地押去。 德军士兵见到这些怪物拼命朝他射击,用炮轰击,可是那怪物刀枪不入。 德国士兵一看,这巨大怪物就要把自己碾成肉饼,吓得抱头鼠窜,躲在战壕里求上帝保佑。 坦克作为现代陆上作战的主要武器之一,具有直射火力、越野能力和装甲防护力的履带式装甲战斗车辆,主要用来与对方坦克或其他装甲车辆作战,也可以压制、消灭反坦克武器、摧毁攻势、歼灭敌方陆上力量。